要不上去跟老板聊会儿 行行行,你老板愿意接受采访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行,好,来 大师要给你提个建议啊 这边还有一个二楼啊 三层的面团 总共三层啊 三层的面团 这边有规矢的面团 天晋昆宇总体规划 这里啊 还有一个方法 这边 你好,你好 哦,怎么称呼啊 李老板 李老板 哦,正在忙工作呢 影响你们事吧 不影响啊 哦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 旁边挨的森林大厦 这个 这边又是 怀河路是咱们银滩的一个主要的商业路啊 商业节 商业比较发达 商业体都集中在怀河路里 哦,对 从大庆到怀河路一号 哦 这个 板块 哎呦呦,太客气了 那怀河路 这个板块多摔 也挺多其中人在 哦 这个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银滩呢 2009年 不,2009年来的银滩 来的银滩做什么呢 您说应该挺年轻吧 嗯 9年 其实我和银滩 大部分人 是同样的一种方式 买的银滩 嗯 属于是那种 07年在这买的房子 哦,07年买的房子 07年买的房子 07年买的房子 09年呢 银滩 仰错的啊 就过来 当时也随着很多事 其实这个事在银滩 哦 我在银滩 这个事不算什么秘密 哦 哦,怎么回事 从北京过来的 哦,从北京过来的 对 那是从北京 09年正月23到银滩吧 嗯 以前一直在北京 连上学在工作 哦 后来有点小问题 就来 哦 有点小问题 看来是挺有故事的 哈哈哈 有故事 来银滩的每个人 至少说 来银滩做房子产行业 每个人都有点小故事 哦 对 然后你是做这个 这个行业 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呢 做行业早了 05年 就开始做这个行业 就在别的地方 就开始做这个地产行业了 我在北京 闭了业就开始 一直做的 哦,在北京上的大学 哦,在北京上的大学 然后闭了业 搞到房地产 然后来的银滩 继续 哈哈哈 一直做到现在 哦,做到现在哦 我看那个规模挺大的了 这个 这个店面挺大的了 现在 不行了 还不行了 到19年 到19年年底 我们截替以前 那不是一个段位的 我们截替的都 截替了260多多人 截替啊 过去住的特别大呀 嗯 银滩折而玩房子的 哦 就是这样的 嗯 半叔是我徒弟 哦 父孙儿 或者是再往后排就可以了 哦 哦 知名的吧 现在基本都 都这样 排现在排 排前五的 基本都是我戴的 哦 哦 那是19年 因为很多人也买 自己运营上的一个 十五 到时解体 哦 解体的时候 解体了二百 二百 在连银探石堡 将外城河南山西省内啊 一部截体了二百六十年 哦 这么的 又将三年一起了 对 今年重新做 哎呦 过去做的那么大 现在又重新 重新开始做 重新来 重新来 重新再来 哈哈 不过还年轻着呢 看着的岁数不算太大 今年有个四十 我八一年的 哦 八一年的 那就是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二 对四十二 你看我都算算了 哈哈哈 不太会算账 不太会算算数 因为早说这些年 讲故事的话 三页讲完 对 你挑重点的讲讲 想听听您的故事 你们为啥解体了呢 解体了 就是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当时 运营失误 赔钱了嘛 赔钱了嘛 赔钱了 这个也不是说秘密 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 那时候 就是一心想把公司 再画到另外一个档上 当时想公司想破 人员破签 哦 哎呦 破签的话呢 就得发展失市场 发展市场的时候呢 赶上一个市场不好 那一年 然后19年的市场 外地市场 确实不太好 嗯 就这么着 可能 或许吧 我也不太适合去外地 我挺适合在本地的 哦 在外地 就决策失误了 去外地决策失误了 哦 二零年这边疫情过来以后吧 嗯 那时候 就是怎么讲 二零年 年初五的时候 回来过一次 回来过一次以后 一加了疫情 后期就 因为很多原因吧 对 把他给停了 嗯 除了以后 包括去年 和前年 这这两 两年的 然后也没有 怎么去用心去做 今年这边疫情过去了 对 重新来了 重新来了 咱们公司原来不叫华美 嗯 原来叫百家盛世 哦 百家盛世 百家盛世 嗯 嗯 从09年到 19年 十年 十年 我连银潭在石岛 两个板包 一共卖了四千五百套 哦呦 这个量够大的 四千五百套 如果说相对于我们银潭 巴拉代理的情况下 那简直就是 不够看 但是银潭本地肯定是够看了 四千五百套 可以这么讲 就是做得比较早 因为在银潭做房产这个板上 一是我做的是最早的一个人 为什么刚才说了呢 好多现在目前在银潭做得非常好的 几家公司啊 嗯 嗯 咱就不说谁压了吧 对 就是排前五的 嗯 至少有三人是 跟着你干过 跟我干过一两年 哦 都是你带出来的 他们也当年给我立下了哈马功劳吧 对 当年也为这个百家地产内工 死民少付出 嗯 那因为呢 有些是家族的 有些是朋友生活的 其实在中国这个经济体制下 解体也是正常的 嗯 包括因为在本地嘛 发展也没有很大的压力 他们走了一批 走了一批以后呢 但是后期我一直的理想就是 破 想把人员破欠 嗯 破欠的时候 去19年我们解体的时候有三家店 嗯 鸡囊成这个 嗯 包括到那个 实际上人家 嗯 实际上人家南门那圆湖 嗯 包括韩元光北 南门那个2000平米 那够大的 这三个店 嗯 实际上有两个店 外厂能有个六七个部门吧 那时候整体来说按照店的来讲话 整个鸡囊有十三个部门最多的时候 嗯 十三个部门最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18年 哼 我在鸡囊这一年嘛 就是 嗯 老人都都知道 对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圈子 所以不太熟悉 09年 我来的时候 通俗咱既然聊到这儿 就可以很正常的去聊 我09年正月23到鸡囊 我800块钱落地到鸡囊 嗯 经历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嘛 确实 确实 800块钱发展 到最后 就是最旺盛的时候 我估计得 得上千万了吧 自财 上千万 不上千万 我这一时间我赔过两千万 哦 赔过两千万 因为这些年确实 我就 哎呀 其实怎么说呢 按照我的性格 但是画过这三年来以后呢 我想法可能有所改变 嗯 而且我也不想再 折腾 年龄也到了吧 在这之后呢 我就想过去好与赖 也已经是过去 嗯 对 跟未来没关系 我一定要带着我 在未来跟着我的人 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嗯 而且我想那 以前呢 好多人 其实那时候 可能每人的心态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调整心态 还是调整挺好的 嗯 从那个时代 转到这个时代 来的情况下 嗯 嗯 我觉得 我相信吧 我觉得不认为 有这帮兄弟们 我们活的会更好 嗯 但是以前总想破呀破欠 以后都不让你破百就行了 哈哈哈哈 都不想再破欠 这样的话 未来干起来 可能更会更稳一些哦 经验呢 和运营方式方法这块 这个不需要再去创新了 嗯 而且我只需要把我原有的模式 复制 复制 然后 再复制一批 新的这个 新人出来 而且公司体制也不一样了 原来公司体制 咱们家最巅峰的时候 是一天 嗯 嗯 嗯 一天卖过28套 哦 25套 就是单月单人 嗯 那是我小叔 在英特兰那时候 做房质产生 认识他的人 比认识我的人还要多 嗯 我小叔 李扬 李扬单月卖过28套 哦 单月卖28套 那时候19年以前 咱们就是走的是高工资 高工资呢 就是 相对反正 我总是比别的公司 高500块钱每个月 嗯 走了这十多年下来以后呢 他今年呢 我的想法 可能我也上了 我也从三十那个年代 花到四十这个年代 嗯 来了 在以后呢咱们公司 呃 主要是讲 稳定性的发展 嗯 不想在很冒进的发展 嗯 就是像员工这个体制也是一样的 但待遇 嗯 以后就是 就是 底心 无险 啊 百无险上 因为我们家今年正确上赢 三亿金方特赢 嗯 其实华美这公司呢 它是从百家城是更改过来的 嗯 不是原来那公司不在了 对 原来那公司就是变更过来 只是这个 名字不一样 还是原 原版人马 还是有那个基因 嗯 原版人马呢 可能是只剩我一个 哦 哈哈 只剩我一个 然后有些今年时候 刚才你在楼底也见到了 都是今年3月1号以后过来 哦 都是新招的啊 都是新招 新招的 然后呢 今年主要是想我们家 预计第一批 就是今年五一 哦 把第一批社网上 哦 在银台这个地方 来了十 想想后十四年了吧 对 十四年呢 也没有说太造福什么 以后呢就想 如果说在本地的也好 外地的也好 能找给 一批想做 嗯 这个房地产行业销售的人 嗯 一个稳定的 啊 现在呢 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 八年后的人吧 嗯 小的不是社保的问题 嗯 八年后小的是怎么干 哈哈 就是说我也想了 八年后的就是 我也不管有没有底薪 我要的是提成 嗯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我觉得更多人呢 嗯 那目前这个时代 我不管 我觉得好像不管是八零 还是九零 还是零零后 嗯 大伙更多的选择是安稳一点 嗯 安稳一点 所以说我我今天定好以后 就是把这个手把 设复好为第一位了 哦 走一个稳妥的路线了哈 走一个稳妥的路线了哈 稳妥的路线 现在也现在包括人员呢 我也没想过 像以前在破签呢 或者什么 今天我觉得标题很简单 在银摊呢 不管说有几家店吧 手里能有个七八十点 我也觉得得了 哦 我觉得你员工太多了也不错 员工太多了 成本就高了 但是这样的 做什么事没有付出 哪来的回报呀 而且我认为是啥 你看现在吧 就是这些年 我这人呢 不太适合 就是单独做这 因为银摊呢 很多公司呢 夫妻店唯多 嗯 两口子 对 或者是一家 就来了一个家族 十几个人二十个人 他们分别各自干自己的 嗯 我 就是可能是我的梦嘛 经营理念不一样 经营理念不一样 我这些年 因为我还是 其实我主要是从北京出来 这个呢 可以这么讲 在北京干了三年 底子不一样 嗯 所经历的 不一样 嗯 我觉得 你就在我能力 你一个人 你也不可能做过十个人 嗯 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问题 有钱大家送 哈哈哈 一块发家制服 就是说 你想说 可能反正我跟银摊很多人的路是不同的吧 我只能这么讲 不能说我东西是对的 但是我喜欢这些年 嗯 好几年 我一直就是这样 咱们当时 其实从大零九年到现在吧 公司 实际人数 就是包括各个分公司啊 北京的也好 包括你看的 平均 每个月没提过80 就是从一零年正式落地干的时候 嗯 一零年吧 还早一点 就是准确实从一零年年初开开始去 嗯 当时北京 刚刚银摊这个百货 就单月没调过80 嗯 一直是啊 一直做团队 团队 嗯 这些年 觉得多了没代吧 从咱们公司 因为当时北京的公司也叫百家 上市是一样的 其实那时候 北京是走公司 这儿是分公司 嗯 分公司以后呢 这些年呢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做 不如人多做好 哦 对 追求不一样 我挺认同你的观念的就是 сообщ一下 详达